Hello 大家好 我是隊長VL 相信很多山友都知道紫萊蘭山是一個出名看釣鐘花的地方 上個星期我打算夾碰釣鐘花盛開芝士 特地走去逛衛役信徑順便想上花 不知是我來得太早還是我眼大看過龍 走完整條衛役信徑一段都見不到有釣鐘花 時間一個星期後有過來香港區 心心不分的我決定再上來紫萊蘭山走多一圈 看看找不找到釣鐘花 結果總算找到收穫 這個下午我在中環交約廣場坐6號巴士 來到黃泥沖水塘站落車 落車後沿著油站前方的樓梯級上去這條大潭水塘道 在大潭水塘道上行8多米 對面馬路就會見到黃泥沖水塘公園 來到黃泥沖水塘沿著水壩邊去到盡頭 然後入山位置 今天風和日在這個位置相當之美 去前面放下飛機拍兩張照片 先來看看 先來看看 先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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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cis羅蘭山征 第一 Pilgrim 前期全都會扔乾湯 你應該會走生地 不是太熟 Autsao 比較熟 更多的山 聶高順山 來到這個位置這段路比較薄些少 所以有段路開到樓梯級 在下面再上去 我就選擇往下面再逛上去 我隔離開黃泥沖水塘之後 會走到一段隱水道 大概接近兩公里 之後就會開揚見到淺水灣的景色 在扶手欄杆的位置有塊石柑 叫紫森石柑 玻璃的位置就乾爛了 天氣沒什麼雨水 繼續前行 大概走了兩公里 這段非常開揚 右手邊的風景給大家看看 很近距離的深水灣淺水灣方向 看回淺水灣方向後面這兩座山峰 就是孖江山那兩個山峰 早前走過一圈的遺憶順 第一段就是這個位置 離開引引水道的路段 大概都有1.5公里左右 就是這些比較平溫的山徑小路 不難走的 我覺得天然更好走的 就是1.5公里左右 接回衛奕順境的位置 接回衛奕順境的位置 大概是W004至W002之間的位置 如果你覺得這段山路不是很想走的 覺得有點悶 但是又想走紫萊蘭山上山頂 另一個方法 就是在深水灣或淺水灣那邊的方向 沿著南灣道 上一間叫國際學校的位置 譬如山路 就可以上去淺水灣坳的位置 接回衛奕順境 這個淺水灣坳很容易形 有一個路牌 那個位置有一個橋 那條橋就叫紫江橋 就是紫萊蘭山和沙江山之間的山崖位 如果你覺得這兩個方法 去紫萊蘭山 你也覺得是不想走的 還有什麼再短一點 OK的 剛才在黃麗蔥水塘 就是黃麗蔥花園後面 其實有一條路 叫做大潭郊遊徑 為什麼會沿著那條路下山 在那個位置上山 就最方便 可能有朋友會問 那既然剛才那個位置 大潭郊遊徑 上去紫萊蘭山近一點 為什麼還走這條路 兜遠了呢 那沒有其他 因為第一 這條路沒走過 可能想分享給一些有興趣 走一些輕鬆一些 容易的朋友 多一個選擇 OK 很開揚 看外面的位置 南浪山也看到了 遠到這個南丫島 OK 而第二個目的就是 早一個禮拜我走這個 或是上幾段的時間 經過這個紫萊蘭山 都還沒看到有吊鐘花 那 紫萊蘭山的吊鐘花 大家都 很多朋友都知道 那 所以今天就 儘管繞一繞其他的路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 吊鐘花的出現 那大家就變了 不用 把一些石屍山 或者是 大枕蓋 那類出名的地方 多一些選擇 OK 好開揚 這個位置 不過也是 今天有些 武器 不得清 OK 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我們要左轉 繼續接下 衛逆順的路段 剛剛這段比較平的路段 我們大概走了 3.4公里左右的距離 這3.4公里基本上 沒有什麼大上落 但是往後下來 轉向衛逆順 這1.4公里 攀升 比較大一點 我們要攀升 接近260米的海拔 剛才的3.4公里 都確定 應該沒有這個吊鐘花 往後下來 這段 早一個多兩個星期 我就看到有花 儘管 過兩個星期之後 再看看 看到嗎 W005之後 我們要數兩個牌 大概到W007 就是這個 紫羅蘭山的山頂位置 由於這段 衛逆順境 早過年兩個禮拜 才走過一次 也有輕輕介紹過 不多作描述 如果有看到花 才停下 在W006附近 看到第一棵的雕鐘花 正正是W006的對面位置 一隻來一棵 應該陸續有來 繼續前行 這一棵花 大概是過兩星期前 我是看不到的 沒可能這麼大棵花 在這裡也會發雞蟻 OK W006 走多 我想一百米都不夠 看到第二棵 OK 不拍太多了 描述的位置就是選手 繼續向前行 來到這個位置 為什麼停下來呢 有花在那裡 沒有花在那裡 我告訴你 這棵 就是這個吊鐘花 經過我這一輪 一邊走一邊留意的經驗 看一見 未開花的吊鐘 不是那麼容易看到的 這個頂上 有很多棵花 準備開 都是那句 不用急來 這幾棵都是 我相信 去到新年的時間 剛剛好 前面一段 登上紫羅蘭山的山頂 最後一條斜路 頭梯級 接近紫羅蘭山山頂的位置 右邊很開陽 雖然之前走過 介紹過 但鏡頭好像來到也要停下來 大潭水堂 超美的大潭水堂 超美的大潭水堂 OK 來到W007的標示牌 前面的位置 就是紫羅蘭山的標高處 同樣 也是有人在標高處 熱身 那我就不再久留 一直向前走 離開紫羅蘭山要注意 我們就不要一直再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就沿著惠逆順 就回到陽明山莊 我們大概沿著諾山的方向 下行八多米 八三四米 就會見到分叉路口 到了分叉路口 過幾個星期前 我沿著惠逆順 就沿著直去 上一次看 就不多 有花 可能還未開 今次我會選擇 沿著C430 4103 方向 在這個位置 落山 剛才說 在黃麗沖水堂 旁邊有條路上山 就是這條路 這條路就近很多 我們現在就在這條路 看看這條路 會不會有吊鐘花 走下來十多步 已經看到有兩棵 好多了 OK 想不到一走下來幾十米 就已經見到兩棵 中花收穫 沿著山路 沿著山路下山 應該還會有機會 這段山路 對我來說 有些挺漂亮的山路 比較治療一些 我按人工修飾 這麼快有個標示牌 沒什麼特別 告訴你 這條條交流勁 OK 落完再上 有剛才的分岔路 到黃麗沖水堂 大概幾二距離 1.1公里 會先上一點 然後在鏡頭 看到這段 如果我記錯 上了這個波仔 就會看到全山的路段 這麼快就來到這個 這個無名的山峰 436米高 這個高度 不比這個紫羅蘭山矮 可能還高一點 OK 來到這個位置 之後就下山了 給個開陽景色 大家看看 後面是海洋公園 南崗山 正前方是香港 金融中心的位置 這棵樹後面的 就是陽明山莊 隱隱約約看到半個波波頂 就是柏格山 轉入一個圈 之後 下去 繼續下山 過了這個標高柱 距離這個黃麗沖水堂 一公里都不夠 只有八百多米 全下山的距離 坦白說 除非你要行為也順勁 那就沒得說 對吧 那你就沿著一條勁走 如果純粹在這段路上下山 接近的位置 我覺得這條路是 好走過位也順勁的 距離到黃麗沖水堂 還有六百米距離 又有一棵 準備開的釣鐘 因為眼鏡只有一棵 前面有些是 在含包袋放著 這段路應該是 會有一些 為數不少的釣鐘花 總結一下 快到地面 只要你屬於山徑的道路 都應該知道 很多地方都會有釣鐘花 前面也有 不用刻意 再加上幾個熱點 例如我這棵 開得很漂亮 含包袋放 要先拍一拍 這個已經很漂亮 好 剛才說到一半 這個位置是 4102 剛才那幾個釣鐘花 就在4102 對上一些位置 剛才說到一半 就不要一窩蜂 放在幾個熱門的位置 其實就 譬如你在香港驅住 這樣算 如果你進去西高的話 其實時間成本 交通費成本 都挺高的 而且釣鐘花的特性 都是拍攝近 會更漂亮 我個人覺得 你拍攝遠的 其實很難拍到很漂亮的花 除非你是很專業攝影的 發燒友 那些就不妙 如果不是 其實你走上來 這個紫萊蘭山 就是我講香港島區的人 那已經很足夠了 你去到那麼遠 其實就 有少少浪費 你專程為了幾棵花 走到低一點 看到有幾棵很大棵 山道很高的已經開了花 在頂的位置 前面有一棵 當然這些這麼大棵 這麼頂的 就未必大家拍照 想看到的 但是 再過多一點 開得貌密一點 就應該整個花球 拍到棕花 是啊 還未開得夠貌性 是啊 有些相片 有些地方也很貌性 是啊 這裡這棵 那裡很燦爛 剛剛拍完幾棵 很漂亮的釣鐘花 這一段的山徑來拍釣鐘花 CP值相當高 很方便 就倒一倒 如果不是很渴求 行山 純順想拍花的呢 這一段的紫萊蘭山 山徑呢 首選 來到這個位置 大概還有二三百米 就來到水塘的旁邊 右邊會見到楊寧山倉 樹架遮住了 那來個簡單的總結 這條路線 撇除了不要說釣鐘花 說到山徑 C4101這個位置 這條山徑絕對是一條 初級郊遊的漂亮的路線 整條路線 六公里鬆一點 前半段 基本上是全平路 大概的 最大的攀升幅度 就是 在分岔路口 接上衛逆順 上紫萊蘭山 大概一公里鬆一點 路段 攀升最多就是這一段 這麼大把 然後接著大潭郊遊的 下山這一段 輕上一點之後 又繼續下山 下山的 現在都拍給大家看 基本上是美麗一條 有沒有釣鐘花也好 其實都是一條很棒的 輕鬆郊遊路線 當然啦 有釣鐘花看 就感上添花 但拍照還拍照 都站定靜 才好拍 好像我早兩天 看到有個傘傘 一邊拍照 一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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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轉手爛腳 所以大家拍照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差不多到到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短片分享 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訂閱我頻道 還有分享給人 出去行山交易的朋友 記得支持的話 還記得按讚我 下次再見 拜拜 哦 該怎麼推動 啊 好吧 我心急它 好 嘩 嘩 好 好 人